华为每次发布新手机之后 用的什么屏幕 总是会成为大家讨论的事情 接连发生的绿屏门 周冬雨排列 树油层等等事件 让我们不禁会问 为什么华为的屏幕总出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背后 则是早期国产手机 对国外屏幕严重依赖 引发的连锁反应 今日头条的朋友 这里是对一切未知感的 好奇在X科技实验室 我们将用五期节目的时间 和各位分享 中国手机十年逆袭录 本期光变 来看国产屏幕的上下求索 与艰难破局 中国手机厂商在屏幕上 没少吃过亏 2016年小米5发布前 小米供应链团队 和三星中国团队 发生激烈矛盾 三星决定 针对小米断供AMOLED屏幕 有内部人士透露 后来是雷军亲自出马 和三星的中国区高管 在饭局喝了五瓶红酒 随后四次飞到韩国总部 专程道歉 才说服三星同意恢复 给小米供货 但要等到两年后 2020年 华为在二季度 成为全球出货量冠军 创造了历史 然而由于之前 近两年时间中 华为一直在市售产品中 混用钻石排列 和所谓周冬雨排列两种屏幕 且评测普遍认为 后者显示效果 明显弱于前者 同价不同制 导致华为遭到 部分深度用户质疑 一些人再次指责 华为收割爱国税 不过因为屏幕受气的 又何止中国品牌 苹果也是一样 从2011年开始 苹果和三星 打了七年专利官司 中间几度试图 把三星从供应商名单中移除 而他们虽然在 芯片代工方面 让台积电取代了 三星的主攻地位 但在屏幕上 却始终无法找到 能替代三星的 高质量供应商 手机品牌 所有的不自由 都是因为屏幕 对手机来说 又太重要了 而造一块好屏幕 却太难了 缺自己的屏幕 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 曾经整个中国电子行业的 每一块液晶屏幕 都严重依赖 近海外的面板供应商 特别是00年代 在从显像馆CRT大杯头电视 向液晶LCD平板电视转型的过程中 国产电视公司 几乎就成了给日韩 以及中国台湾的 面板供应商打工的企业 造成了全行业 都处于亏损的惨状 那中国为什么 迟迟不能造自己的屏幕呢 首先是起步晚 韩国的三星和LG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就研发液晶显示技术 90年代就已经建成 大型面板生产线 而中国从00年代 才开始有公司进行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 其次是缺钱 无论是技术研发的投入 还是建造生产线的资金成本 都不是普通民营企业能够负担的 00年代 建一条生产小尺寸屏幕面板的低时代线 成本就为数十亿人民币 要建生产大尺寸屏幕面板的高时代线 成本更会达到百亿级别 最后则是走过一段弯路 00年代末 众多地方政府开始扶持屏幕面板行业 而当时不少人对中国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 缺乏信心 仍将希望寄托在外资转让生产线的发展路径上 但是投入大量成本试图引进的生产线项目 却多因外资有意无意的不配合 最终只能淘草收场 转折发生在2009年 京东方和TCR华新 依托于合肥 北京与深圳等地方在财政 土地等方面的支持 开始建设高时代六代线和8.5代线 其中京东方在合肥的六代线的投资 总计130多亿元 在北京的8.5代线 投资总计280亿元 而TCR华新 在深圳的8.5代线 总投资也达到了245亿元 在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 企业和政府赌上了全部身家 这才算开始了中国屏幕面板 对日韩企业的追赶 我们再把视线聚焦回手机行业 初代iPhone发布时 乔布斯说要做一个巨大的屏幕 由此屏幕成了智能手机的门面 iPhone4的视网膜屏 让用户惊艳的同时 也重新定义了电子设备的显示能力 随后几年 三星又通过多年的积累 率先在手机上 使用了高质量的OLED屏幕 让手机的屏幕色彩显示 提升了一个高度 人们普遍的认知里 好手机就应该有一块好屏幕 所以从那时起 如果不能在显示效果上 与苹果三星看起 肯定是无法在高端市场站住脚的 虽然从09年开始 中国的屏幕面板供应商 就已经能为国产手机中端产品 提供足够的屏幕 但在高端市场 三星和LG两家公司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拥有垄断地位 垄断的结果 不仅体现为小米这样的手机厂商 不敢得罪三星 更体现为货源的紧俏 三星生产高端屏幕面板的产能 其实是有限的 国产品牌需要排队拿货 当年三星恢复对小米AMOLED屏幕供货 但却要小米等两年 这并非要给他一个敲打或教训 而是所有手机厂商都在订着三星的产能 特别是当华为在高端机市场高歌猛进 并非他们不想用三星的屏幕 而是单一机型销量达到千万级别后 三星自己使用和供应苹果之后 早已无法满足华为对高端屏幕的需求 另一方面 三星恐怕也不想任由华为蚕食自己的高端安卓机市场份额 然而对华为来说 麻烦还不仅仅是拿不到三星的屏幕 2018年中心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的消息传出 一夜落而至天下秋 同年 华为在Mate 20上尽量选用国产供应商生产的配件 其中就包括京东方在2017年刚刚量产的OLED屏幕面板 也就是从Mate 20开始 华为手机出现了绿屏门和周冬雨排列的争议 华为屏幕不行的吐槽 持续至今 虽然有国产手机 电视 PC厂上的支持 但屏幕行业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以京东方和TCL华星为代表的中国面板厂商 在量产上 2018年就反超寒厂 到2020年 已经生产了全世界近一半的屏幕面板 但对方毕竟从90年代就已经量产液晶面板 在高端产品上拥有众多的技术壁垒和专利壁垒 就拿像素排列方式举例 京东方并非无法造出钻石排列的屏幕 但这种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 是被三星注册专利保护的 京东方无法使用 才憋出了周冬雨排列这种方案 说到底 科技行业哪有那么多弯道超车 只能是老老实实花时间 在研发上持续投入 才有机会尽快追评差距 不过我们同样应该看到 国产供应商的确在不断成长 也让国产手机逐渐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 华为在2019年与三星同步量产折叠屏手机 就离不开京东方的支持 今年京东方为iPhone14供应屏幕的传信 几经反转 最终被媒体确认 即使是排在三星和LG之后的三共 但以苹果对供应商的挑剔 这足以说明行业内 已经认可了京东方的挑战者地位 此外 刚发布的Vivo新旗舰上 我们也看到了京东方全新的像素排列方式 大大提升了显示效果 而国内另一家主要供应商TCR华星 研发营收比常年保持在10%以上 目前在miniLED QLED 喷膜印刷显示等高端技术上 都有一定专利数积累和技术沉淀 与此同时 中国屏幕厂商的成长 也开始影响手机行业的竞争格局 最近一两年 智能手机创新乏力 销量走低 国产品牌冲击高端的大背景下 手机屏幕变得越来越卷 在刷新率 亮度 色彩 发光材料 等过去显得细节的技术点上 都展开了惨烈的竞争 如果没有京东方 华星等国产面板厂商的存在 中国手机厂商是否会遭到 国外供应商的撤肘 中国折叠屏手机 是否能在过去几年迅速普及 甚至把价格下滩到8000元以下 是存在很大疑问的 我们今天讲述屏幕的故事 因为它是中国供应链 一个经典的缩影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备的电子供应链 然而这些供应商多是苹果或其他外资培养的 长年来负责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 利润率低的分工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一些中国企业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资源 资金 人才之后 开始不应满足于做一个主机厂 组装厂 甚至是外国科技巨头的买办 一难而上 逐渐向核心技术突破 向高端发力 实现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 当我们回顾中国首级这10年的行业时 华米欧位的狂飙是面子 而李子则是海资半导体 京东方 TC2华星 中芯国际 长江存储等等企业 在高端制造上默默的艰难前行 也正是这些国产供应商的努力 让国产手机品牌逐渐站稳了脚跟 也让中国的手机销往全球 所以我们系列视频最后一起 会去看一个特殊的课题 中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试水与突破 中文字幕后